怎麼辦 確定要參加比賽了 既然要參加比賽 那就一定要拿出最好料的來啊 這是一場比賽 不是一般的演講 所以首先第一個定調 對了 我想起來 我好像去看牙醫師的時候 我那牙醫師姓蔡 然後呢 他有一句很有特色的台詞 就叫做請宿口 每一次當我帶小孩去的時候 小孩都會把這一句當作是口頭禪 好像這句話 可以當作一點點發揮的梗喔 再來 我自己超怕看牙醫的 每一次在牙醫師面前 我根本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快忘了 我相信 很多人都不喜歡看牙醫 這或許可以變成新種共鳴點 牙醫師這個主題 我上總會的網站看過 好像沒有人講過耶 所以有特殊性 再來 我還可以搞一點曖昧 比我這麼正經八百的模樣 一定跌破很多人的演技 所以會讓人家有錯覺 產生一種錯誤期待的效應 既然想好了 好吧 那我就從我的經驗當中想想看 設計出三個不同的情境 搭配三種不同的感受 讓我的層次可以很分明 哪三個階段 小時候 我記得自己因為調皮搗蛋 和隔壁鄰居追啊追 不小心撞到玻璃門 還掉了一顆牙 當時花了七千塊錢 去補了一顆門牙 這或許可以當作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呢 有一回啊 看到一個美女醫師 亞醫師 我就進去了 沒想到她蛇蠍女人心啊 剛好又是一種很強烈的對比 就把它當作是第二個層次 那當然喔 小蔡蔡蔡醫師 就是第三階段 搞定 那到底我要講牙醫師 要表達的重點是什麼呢 總不能告訴大家 大家都來看牙就好了吧 沒錯 我從看牙的經驗過程當中 從討厭到不得不接受 到最後甚至會有一點點想念跟懷念 所以從討厭看牙醫的實力當中 體會人生真實面對的道理 這不是很多時候都應該具備的勇氣嗎 正常情況之下 看牙好像六個月就要回診一次 哎呀 六月之約 這個題目太棒了 讓人看得懂 聽得懂 卻好像又不是很懂 剛好符合我想要有點曖昧的氣氛 既然決定了 那麼我的方向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 我想有所突破 以往啊 上台來正經八百的講道理 將班名言加劇 這一次我想要挑戰自己最不擅長的 對話演出 第二個 我想不要再賣弄文采了 就像玉美姐講的 當你林定位三個字一講出來的時候 那四句的名言啊 其實大家都已經有所期待 這一次我就要讓大家疊破眼鏡 不要適度的壓怨的語句就可以 我絕不賣弄文采 還有 玩別人 你有玩過的文字遊戲 保證不痛牙醫診所 我可以通過一條線 把它顛倒過來變成是 保證牙醫不痛診所 還可以製造一種文字效應的效果 啊對了 講完牙醫之後 後半段的價值 一定要非常的強烈 非常的明確 這樣子大家才不會笑完之後 覺得很空虛啊 因此我的策略是 開頭三句一定要見笑 看到大家笑 結尾三句一定要讓大家拍手叫好 因為我要參加的叫做幽默演講 這可不是一般會內賽的分享 所以我的目標很明確 再來呢道具不要太多 我常看到有人道具在台上演出的時候呢 手忙腳亂本末倒置 所以我的道具很單純 一個看板外加一張報紙就夠了 我的肢體呢要儘量的誇張化 因為我的目標叫做全國比賽 全國比賽底下有七八百個觀眾啊 所以我的肢體動作一定要特別的誇張 別人沒有躺過我來躺 利用眼神來表演 對我來說是一大突破 沒關係我最喜歡挑戰自我了 再來我要用強烈的對比 美女醫師卻很冷血 蔡醫師的外型跟高富帥的韓流明星來比較 自己的舞柱跟蔡醫師的幽默 還有最後歡迎蔡醫師 讓大家以為她身在場內 實際上她根本沒來 用這種對比的方式來 吊大家的胃口 最後啊我一定要設計很多次的互動和彈性 強勢的邀請大家進入到我的演講當中 因為我相信在座每一個人一定都看過牙醫 所以我的設計互動和彈性呢 能夠讓他們跟我的演講融為一體 想完了我可以開始寫稿子了 剛才這一切呢通通都是在稿子未成形之前 自己心中不斷反覆反覆反覆的醞釀 其實公欲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很多事情當你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在跨出第一步之前 他可能已經決定結果了 舉凡像我這一次即將代表台灣 參加馬來西亞的演講比賽 到目前我的主題都還沒定 我希望讓自己深沉澱 先觀察 先蒐集 別人說過什麼 什麼題材是受到歡迎的 我又能夠把握住些什麼 當我第一步跨出去的時候 前方的道路才會比較明確 所以心中在撰稿的過程當中 不斷的反覆提問 這是重要的 所以最後產出這一篇六月之月的講稿 一篇講稿要產出 其實真的要花很久很久的時間 然而呢 講稿就是一個演講者很重要的工具 當你站到台上去的時候 大家都是有備而來 一篇好的講稿 照台上來的話 其實只要加上適當的表達能力 他就可以了 所以我必須說 講稿它是決定演說成功關鍵的第一步 大家認同嗎 好 這是我曾經得過的六項全國冠軍 有兩項是教育部的比賽 再加上我們演講會總共是六個 其中呢 有四個都是需要事先寫上講稿的 對我而言 文稿就等一個人的思想 因為你想什麼 你在乎什麼 你就會呈現在你的文稿當中 所以近期我個人在寫講稿的時候 都是比較偏向個人的生命故事 上一回我參加另外一個演講會的比賽 我的題目叫做背影 我以朱自清的背影為例 來點出我和父親幾個不同階段的背影 給我的沉思與沉澱 再來文稿就是一個人的靈魂 剛才講過它竟然是一個思想 那你如何在其中加油添醋 加上一些你個人所在乎的 其實那都是你個人價值觀不斷的傳遞 所以演講它是實地有生的 它是有目的的發表演講 而不是說我想說什麼就隨意說什麼 好 轉導法則 這裡有三個數字供大家參考 第一個 一篇好的影響稿當中 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價值 就一個千萬不要多 你不要一下子想包裝勇敢 又想要包裝愛情 又想要包裝什麼親情之類的 不要多 因為這一條主軸出現之後呢 其他都是輔助使用 所以價值很重要 有點像是國小在寫作文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用一句話 來詮釋你所有文章的段落大意 那麼就是主旨的部分 再來三是什麼呢 三個層次 這個層次分明的時候呢 會讓人感覺有點像洗溫暖的感覺 既有歡樂 又有哀傷 又有省思 那當然你的三個層次各自不同囉 像我剛才的三個階段是 小時候後來遇到一位美女醫師 到最後遇到蔡醫師 這是我的三個階段 當然這個三有時候可以適度的增減 再來我認為撰稿的時候有五個階段 哪五個階段呢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第一階段當然是尋找靈感 眾你尋它千百回 默然回首 稿子依然在燈火藍珊處 你如果去尋找到它 讓它發揮出那個亮光 所以尋找靈感是很重要的 再來尋找靈感完畢之後呢 你要不斷的擴散思考 讓你自己的想法 進入到你的腦海當中 所以這個適度的沉澱是重要的 再來很多的想法 通通都湧進來了 難道你通通都要照單全收嗎 不 這時候我們要適度的篩選 有點像濤金礦一樣 你得去無存金啊 好結束之後 好不容易有一個初稿成型了 接下來我們就必須試講 因為你所想跟觀眾所想 中間一定會有所落差 尤其是幽默演講的過程當中 我明明覺得很好笑 偏偏都沒有人笑 這一定是之間代表一些問題的產生 試講完畢之後呢 我們才有辦法分析調整 我看大家抄得很認真 其實不用抄 回去之後我轉成檔案 直接上傳我們的LINE就可以了 好第一階段尋找靈感 我們可以怎麼尋找靈感 這是我常用的幾個方法 第一個 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看看得獎者的影片 他既然能夠得獎 一定代表他有非常明確的價值 所以我一定會先把 歷屆的得獎影片拿出來再看一遍 舉辦玉美姐的 百貨公司週年期 我去了好幾次 還有鍾倩的感恩的屁 一名大哥 這些都是非常經典的 可以給我們一些養分 或許我們學不了他 但是他會給你明明當中 就點了一道光 我似乎可以走不同的道路 第二個 自身生活經驗 其實演講者真的到最後 我們不是為了要講出一番大道理 通常很多大道理 他背後所隱含在的 都是一些 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面 所以你不妨可以從自己的生活經驗當中 去挖掘適當的題材 但是不要忘了 小題要大做 這一次演講比賽 我們社會會長說他去上洗手間的時候 聽到別的會友說 連看牙醫都可以變成一篇演講 沒有錯 因為我把它小題大做 你必須拿著放大鏡 甚至顯微鏡去看待你所要講題過程當中的蛛絲馬跡 把它提點出來 那麼他可能會變成一篇有價值的演講 他人關心的議題 別人關心的 如果你也能夠適度的有所發揮的話 那個共鳴感是非常強烈的 有幾個議題是始終經典不墜的 第一個愛情 第二個努力堅持向上 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 但是百聽不膩的主題 電視新聞網路還有價值性的議題呢 是永遠不消退的 這個靈感有時候它會隱藏在一堆 你彷彿要努力去把它撥開 才能夠看清楚的灰塵當中 但有時候靈感來自哪裡呢 我的靈感常常出現在我騎摩托車的時候 逛大賣場的時候 當我處於一種無意識的狀態 或者是說很輕鬆自在的狀態的時候 那靈感蹦的一聲好像就出現 像這一次我要參加馬來西亞的比賽 我就出現好多好多的靈感 它未必會是我到時候確認去參加的主題 但是它卻可以是我在會內分享的主題 好比說我想到一個兩個爸爸 兩個爸爸 誰有兩個爸爸 原來就是我的父親和我的岳父 那靈感來源來自哪裡呢 富爸爸與窮爸爸 我的父親比較窮一點 我的岳父比較有錢一點 但是我的爸爸窮得很開心 我的岳父富得不太開心 這時候你聽出那個對比了嗎 當它有對比的時候 就有一些故事可以再去挖掘 因為女婿不夠 那女婿呢 那是另外一個主題可以看到 因為問天下誰人無父親啊 所以這樣的主題 它是可以產生一些共鳴感的 好那當然更不用說我的指定演講 當愛來臨死的這個部分 第二階段呢 當你有了靈感 鎖定一個靈感之後 你要盡量的大量的去把 所有想得到的片段 通通都寫下來 這時候寧可錯殺一百 不願放過一個 通通寫下來就對了 姑且不要問他 最後你會不會用 先不用考慮他的可用性 相關的就把它記下來 這是我在六月之約的演講稿當中的原始版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兩千多個字 實際上後面這一千多個字 通通都是沒有用到的 因為我所想到的 只要想到一小的片段 就把它寫下來寫下來寫下來 到時候有可能 它變成是一種組裝式的方式 我可以把它拼湊成一篇演講 在我的主要架構之下 當然一個更重要的是 有捨才有德 因為畢竟我們是七分鐘的演講 所以最後這些通通都是沒有用到的 但是假以時日 難道我不會用到嗎 不一定 所以我都會先採取擴散式的思考 先把所有想得到的 就先把它記錄下來 好 再來呢 重要的是有關梗 一篇演講起承轉合 我個人認為最重要就是那個轉折點 當王子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這樣子的情節似乎未免老套 但是如果王子跟公主突然之間有一個不一樣的轉折的時候 那個轉折是會吸引人的 所以當我寫過一次背影那篇文章的時候 前半段都是提到父親對我的好 還有自己武裝的時候的情境 但我的轉折點就設計 父親某一次車禍的時候 當時我陪著父親到醫院去 雖然最後父親被診斷出來 經過簡單包紮之後沒有答案 可是和父親走出醫院 我看著父親被煽燃淚下的一種情景 那是我的轉折 那在六月之約這篇文章當中 我的轉折變成是 蔡醫師和我之間的幽默互動 那是我的轉折 再來依據主要的架構脈絡來發展劇情 一條康中大道出現了 或許偶爾你可能會稍微偏離主題 談一些其他的面向 但是不要忘了一定要緊扣住主題 因為從中我們才可以擬定你個人的核心價值 再來第四階段 好不容易有一個初稿呈現了 那我們就要試著講講看 千萬不要只有試想更要試講 因為我們寫出來的叫做文字 可是說出來的叫做語言 文字是看的 它可能可以經過比較長久時間的醞釀 甚至回想 但語言一聽就過了 所以你要把它改成比較口語化的語言 而非看的文字 第二個刪除不符合 核心價值的語句跟段落 這個時候千萬不要心軟 萬一想貪多 最後的結果就是你的價值可能就跟著混淆了 注意發展的段落以及核心段落的比例 常常會看到前半段開頭講了很久 卻始終沒有進入到主題 其實一篇好的演講 一三一 前面開頭佔一份 中間的本文佔三份 最後的結尾佔一份 所以當你整篇演講稿寫出來之後呢 可以大概用秒看的方式 看一下你的講稿的段落分配是否均勻 最後再一次評估你的核心價值是否彰顯 這些都是我們在試講的時候可以做的事情 好再來第五個階段 分析調整 我會透過錄音跟錄影來詳實的紀錄 舉凡我在會內賽剛結束的時候 我就做了一件這樣子的事情 透過現場錄音的方式呢 把我的講稿變成是這個樣子 黃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是我自己的預期笑點 紅色的部分 那麼有黃色反 反黃色的這些地方呢 是我透過錄音的方式回去 反覆檢視相符合的部分 我就做這麼一件事情 所以當我預期的笑點 卻沒有出現笑聲的時候 我就得斟酌這個地方要不要修 但有時候它可能是主要的延伸的概念 不能修 那我就寧可繼續保留 但如果那個地方真的很長一段時間 都沒有人笑了 或者是那效果真的都不好了 那我可能就要考慮整段把它修掉 所以像這個地方就明顯出現 這一段我明明覺得很好笑 但是大家都不笑 所以我最後把這整段就通通都刪掉 因為幽默也講那個節奏性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透過錄音 或者是錄影的方法 來再三的確認 那再來呢 除了透過錄音錄影外 我們還可以藉由輔助性的道具 說學逗唱的方法 讓七分鐘的演講呢 它可以增加多一點點的變化 好比說當愛來臨時 我就用類似鼠來寶的方式 交往三月瓶頸道 害怕負責中師教 其實都是說的衍生 否則七分鐘的演講 說起來也會讓你覺得有一點苦悶 我們讓大家多一點不同的變化 再來 預期效果不佳的原因 可能是舞台上的走動 或者是我們在演繹道具的時候 它會不會是一種阻礙 尤其通常最常出現的就是 當我道具用完了 我不知道要放在哪裡 所以有人就隨處丟 或者是根本就亂七八糟的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預期效果的地方 最後很重要的是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文稿請教滋生會友 因為畢竟一篇稿子在你手上 你反覆不斷地修啊修啊修 已經進入到一種無我的境界了 你已經不曉得該怎麼修了 所以這個時候一個明確的第三者 他可以幫助你用一個比較客觀的方式 重新再檢視這稿子 所以當我的六月之月的時候 我寄給了玉美姐 我寄給了一鳴大哥 我寄給了宗憲 請他們再幫我看看哪邊可以再更好 但是如果你以為 這樣子就已經買到護身符的話 那就錯了 因為三個人會給你三種不同的意見 所以呢你還是要守住你的核心價值 斟酌使用他們的意見 舉例像玉美姐認為 我前半段六月之月前面的曖昧的部分 可以再更加加深一點點 但我覺得因為那只是一個開場 如果我比例太重的話 實際上現場會陷入一種非常詭異的氣氛 以為我們的演講會的品質開始要走下坡 所以我必須要見好就收 一鳴大哥更是各種的喬喬 跟他透過電話的方式聯繫 他示範了很多如何曖昧的方法 我覺得他講起來渾然天成 但是我實在學不起來 其實我和一鳴大哥要通電話之前 我就知道他應該會有所示範 所以我還特別電話錄音 後來經過再三確認 那真的不是我的風格 所以就毅然決然就把他捨去了 而宗憲呢 他的質感跟我其實是比較相近的 雖然他偶爾會有一些超多的想法 所以我無法去體會 但是在會內賽剛結束的時候 他馬上就給我一些不錯的一些想法 尤其是我的一些笑點 都要讓人家想過之後才會笑 這件事情讓我一直耿耿於懷 所以呢 我就在透過請教他人客觀的分析 這是很重要 但是千萬不要忘了還是要保有自我 那我們在進行演講稿的過程當中 以下這些修辭是我比較常用的 那在進行這些修辭說明之前 因為六月之月的講稿 有些會友沒有看過 我們透過一種分析講稿的方式 來跟大家介紹 好首先開頭是 各位男士們 愛老婆或女朋友的請舉手 前兩句我就希望跟底下人達成一種互動 哎呀你們都可以得到金馬獎最佳好男人獎 因為全國賽前一天正好是金馬獎的頒獎 那在布內賽的時候我這一句呢 變成是套用另外一個 因為雨利在布內賽的時候 他是當天的示範講者 那我就講說跟雨利的梗有所結合 你們都是我的好朋友 因為雨利的題目是好朋友 所以這個地方我原本就設計 他是一個活動式有彈性的 我也愛我老婆不過我出軌了 我後來聽全國賽的錄音檔 很多女生在這個地方 還真的是發出驚呼聲 我不曉得是萬喜還是開心 好這是一種很強烈的對比 我也愛我老婆不過我出軌了 但要設計這種梗一定要很小心 你要確認自己能夠掌控現場的氣氛才這樣說 否則當後面如果收不回來的時候 這很有可能就變成是一種犧牲大 我的心裡有個他 男的他 這也是一種伏筆 一般認為這個他就是女生的他 沒想到我的他卻是一個男的他 我們六個月見一次面 因為我的題目叫六月之月 我希望在這個地方就能夠預設伏筆 一見面我就躺下 這個地方開始就是曖昧版 雙眼為壁 嘴唇為張 我有點見張 其實這都是很合理的看牙醫的畫面 是聽者有心啊 你們想太多了 他要我啊就啊 他叫我咬就咬 我從不反抗 類似牙醫的方式 我實際上也反抗不了啊 他喜歡用小道具 這原本沒有 後來加上了 我最受不了的那些小道具 讓我又酥又麻 到目前為止還是很正經八百的看牙醫 他也很欣賞我的叫聲 這句是後來加的 因為到後半段的時候 我有加上一些表演的部分 所以我希望在前面就能夠開一個頭 我老婆知道後 馬上拉回來 氣死了 老公帶我去嘛 人家也想要嘛 因為我老婆也很很怕看牙醫 這個地方馬上情緒一轉 因為趕快要縮回來了 搞不清楚狀況 開張名義就把我的重點就說出來 看牙醫有什麼好跟的 我看某某某好像蠻失望 如果依照我們今天的現場 我一定會說 我看閩禎大哥好像蠻失望的 因為他是現場 比較可以開得起一點點玩笑的人 那在現場當中呢 部內賽我就開羽立的玩笑 在全國賽的會場呢 因為前面第一排好多男評審在 那我就藉由他們的方式來講 但是這個有一個風險 你得確認對方 看到這樣子無傷大眼的玩笑 他也能夠一笑置之 如果他是評審 他不喜歡這個吊吊的話 那這下就麻煩了 我的他就是我現在的牙醫 蔡醫師 我特別強調現在 因為接下來有幾個階段 所以我特別強調的是現在 所以開頭大概1分15到20秒左右 有笑點有爆點 但是同時也不能夠離開我的主題太遠 再來第二大段 開始要進入到我的第一階段 我這個人很嚴謹 從前我挑牙醫只看一件事 大家大概就會認為什麼事呢 醫術高不高超等等啊 不 護士漂不漂亮 我發現我們演講會很喜歡這一種梗 就是你把一件事情 講得很光明正大 突然間又不是那麼的正經八百 大家喜歡這一種 因為其實這樣子講話的方式很自然 那符合人性嘛 什麼快樂牙醫 微笑牙醫 我把招牌當作是一個對比 快樂 微笑 不 我要的是保證無痛牙醫診所 所以我一看到就很實在就進去了 而且看到護士呢 還是個正妹 加強 二話我說馬上掛號 接下來這一段就是表演的部分 因為前面說的太久了 如果沒有一些動作呈現 聲音變化的話 其實大家就會開始進入麻木的狀態 你先生先坐一下 看個報紙 不要緊張喔 模仿護士的聲音 你 再來 人美心更美啊 道具出現 接下來就是一種內心系 這個想法的靈感是來自於痘痘先生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 痘痘先生很少說話 但是他的肢體語言卻很豐富 我想從那個地方做一點點的學習和模仿 所以我把報紙遮住了自己的臉 假想自己在牙醫診所 看報紙被叫到號碼那一種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那一種心情 好 所以這個地方用著這一種 他不在這種語氣的聲音 來表達內心的抗拒 好 再來我媽叫我回家吃飯 我下次再來 這些通通都是誇事法 如果你這樣子跟護士講的話 他會馬上把你趕出去 叫你不要再來 所以在修辭當中 一種適度的合理的就叫做磨邪 不合理的就叫做誇事 誇事會使得這件事情 那個影響層面更大 好再來 這下完了 這個地方躺下 我就真的躺下 因為我想說從來沒人躺過 那我就來躺吧 各位可別看我身高180 遇到牙醫 軟趴趴 這麼通俗的句子是誰給的呢 宗憲 原本我的版本比較有文采一點 但我覺得他給的句子更加的通俗 所以我直接就引用了 本來是我的身高180 膽子1.8 但是這個笑點好像大家都還要醞釀才想得出來 宗憲很明顯講出他個人的狀態 好接下來的事呢 我痛到忘了 只記得要離開前 護士好心的給我一顆喉糖 這些當然都是假想版 因為就是為了要套用自己叫的太大聲 把病好了 他介於一種合理跟不合理的中間 大家就會想真的嗎 有可能嗎 好像有點可能 反正他不可能去查證 幽默言講本身就是 憂自己一末 讓自己有一點點想像的空間 再來護士小姐 你們不是保證不痛牙醫診所嗎 這時候呢我上面一張貼紙再把它撕掉 變成是保證牙醫不痛診所 這個梗是我心裡認為說 把一個招牌從這樣子的原意到另外一個原意 它的起源的靈感是來自於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賣什麼東西 100元下面一個小小的起 對不對 很多時候我們都被表象給誤會了 所以這個是我靈感的來源 哎呀不保證病人不痛喔 所以從此我就不再相信招牌和正妹了 尋尋秘密切擺回 直到遇見了他蔡醫師 第二階段結束 變成到第三階段 我的小蔡蔡 這個地方做一種對比法 他長得很像都敏俊 這時候底下那些少女們 哇 小眼睛 他長得更像李敏浩 哇 大一號的李敏浩 所以一個代表他眼睛小 一個代表他是中廣的身材 重要的是他還擁有都敏俊 和李敏浩加起來的 底下人可能會認為是財富啊 不 是年齊 所以經驗豐富 到這個地方 接下來進入到整文章當中 最重要的高潮的地方 開始探診了 林先生你是做什麼的啊 因為當你嘴巴探診的時候 我的牙醫師真的會在我嘴巴開開的時候 問我問題 我真的不曉得該怎麼回答 所以我就真的嗯啊嗯啊的 就給我這樣的靈感 你是做什麼的啊 老師啊老師啊很辛苦呢 這樣你也聽得出來 做一種對向上的一種對比啊 啊沒有啦 我看你病例表上有寫 這幾句呢是幾次演練下來效果最好的地方 實際上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好再來 上面還寫三個大字很會叫啊 沒關係在我面前你就盡量叫 你叫的越大聲我就挖越深啊 隨著小道具的進進出出 那熟悉的蘇瑪又來了 這兩句也是鍾線給的 反正這一篇當中比較不正經的部分 比較精髓的部分都是鍾線 不知道要叫還是不叫 這個地方又透過一種互動的方式 當然自己要心裡預想 如果沒有人回答的時候 那該怎麼辦 所以這個地方透過一種互動的方式 底下真的就有人回答 你們好壞喔 不過我喜歡 林先生做人要有原則 因為我這蔡醫師是很有原則的人 不要受到別人影響 來請束口 我認為啊真是他懂我 可是他懂我有什麼用 我還是很怕痛啊 林先生你不要一直想著害怕 你一直想著害怕 難道就不怕了嗎 也對很多時候我們怕鬼 但是你一直想著他 難道就不怕了嗎 你一直擔心這件事情 難道你就不擔心了嗎 反而應該用正向思考的方式吧 這地方開始帶進一點點的價值 你可以想點別的啊 喂 我可以邊看牙邊練演講啊 我還真的去看牙的時候 為了表現自己的定力 我在內心當中想演講稿啊 事實證明不太有效 我的心裡有個他 我們六個月見一次面 就這樣 用這樣的方式來代表 林先生你還好吧 做一種對比的方式 再來 當我專注在演講上 好像就比較不怕痛 這個地方呢 我就壓了一句 比較重要的核心句 在這個地方 遭遇困境 誰沒有 樂趣難得 苦中求 換個念頭 轉個彎 關關難過 過完過完 大家一定會想 關關過嘛 啊NO 我就顛倒過來 過關關 為了求一點點押韻 同時讓那語句當中 多一點靈活度 這一句 算是整個文章當中 稍微有一點文采的地方 因為它是 價值句 最近蔡醫師知道 我參加國際演講協會 其實這一段 我一直很掙扎 我不是很喜歡在演講中 把演講協會放進來 但是我覺得 為了引起一些共鳴 適度的手段 不得不放下自己的身段 所以我還是用的 好 他說這個團體真棒 以後只要是會有 報我的名字 外加通關密語 請漱口免費補一顆牙 在場各位加碼免費洗牙 這些一看就是 誇事法 可是底下的人 熱得很開心啊 真的 當我演講完 有人來問我說 那個蔡醫師的影診所在哪裡 他好像很想要免費洗牙 以為免費就是好 他殊不知啊 坐上去才知道 這麼好的機會 走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 練習一遍 這個地方又是一種 引起大家共鳴的地方 我的生命中已經進入到尾段 已經沒有小菜菜 不能沒有小菜菜 他不只是我的牙醫師 更是我的心靈導師 他教會我一些事 我要告訴大家 他到底教會我什麼 這麼好的牙醫 我也邀請他到演講會來 大家想不想見他 想不想 這個概念是來自於哪裡呢 忠賢感恩的屁 在座的各位想要快樂嗎 想嗎 我覺得有點強迫推銷的方式 像這種沒有意義的邀請法 底下的你回答的滿開心的 因為他們覺得 反正就是生力其盡 生在其中就很開心 結果呢 大家都認為他有來 實際上一個他沒來 因為當初我做了一個動作 蔡醫師 就坐下那個大媽 錯誤引導 大家真的往回頭看的時候 我補了一句 他沒來 這個地方的哄堂大笑 也是一種錯誤期待 不過我們可以去找他 六月之間又到了 再一次的後主題 我們一起去探牙吧 尾數三句 別忘了通關密語 再一次的邀請大家的共鳴 請速投 實際上這一篇 拿來當作講稿分析 沒有那麼大的價值跟文采 應該要拿玉華姐跟玉美姐 那種經典文具 但是我覺得 他們的文具 不是我所想的到的 但是大家回去 一定要上總會的網站 去觀賞他們的文稿 你會覺得 那讀起來 真是一篇優美的文章 最後我想再跟大家 強調的一句就是 文稿就等於思想 文稿就等於靈魂 音樂家用音樂 來抒發他的心情 畫家用色彩 來點綴他的生活 而我 我用演講 來充實我的生活 今天的撰稿演講分享 希望能夠帶給大家 一點點的幫助 也期盼我們的劍邦 早日講完實講 超十一九到四 謝謝